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今天的台股 A正老师的神预测 上两万点了 但是投资人 你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因为今天指数都台积电贡献的 短时间 哇我觉得它怎么变标股了 而且还一飞充电 那其他个股怎么办呢 今天好多个股 都是直接跳水亮绿灯 那下周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势 台股会怎么走呢 投资现在怎么布局呢 哇好多好多问号 节目时间赶快留给 经验丰富的股市达人 这位宗老师 那两万点真的就来了 对啊你昨天才讲 我今天确实要来安慰大家 看到都惊吓了 大家不用惊 不要那么害怕 没有那么可怕是不是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台股一开盘 就是台积电带动 最高来到两万零六十五点 大涨三百七十一点 就一路的从十点半左右开始往下打 对 一度翻黑 最低打到一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点 嗯 杀了四百多点下去 是 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十二点二十分左右 又翻红涨了大概一百二十点 对 但是指数归指数啦 嗯哼 就像Amy说的 今天一堆股票都跌停板 嗯 而且 很多跌停板都是之前的最强势的股票 比如说轴承的新日新啊 富士达 嗯 或者做设备股的什么 军豪啊 军华 对 或者CPU的那个光盛啊 上全啊 哇 这些几乎都是之前的标股 嗯 或者是立台 今天好像处置交易结束 今天一出来反而跌停板 对 然后我们之前曾经赚过超过一倍的具有科 对 IP三千克的具有科 大概四百五点到今天跌停板已经剩两百九十一块 嗯 然后还有什么 音记啊 波罗位啊 很多啦 今天一堆标股 往上标今天都往下标 对啊 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那我认为其实因为台股第一次看到两万点嘛 对 也因为大家真的没看过 所以呢 吓到了吗 对 就引爆了很多的获利回土的卖压 哦 那尤其是就是所谓的垃圾盘啊 嗯 那可能就市场很多的卖压就趁着台电大涨 嗯 那指数就被带动上去的时候就掩护 哦 自己的一些持股的一个出货跟调节 嗯哼 所以就造就了这两天 这其实过去这五天都有这类似的现象 就台电涨 大家觉得怎么奇怪 股票都不涨都不涨 对 然后到昨天跌的好像有比较用力 今天哇 这个跌的就很干脆 嗯哼 很多股票早上过了二三十分钟之后开始 往那个整个头弯下去哦 嗯 没命的往下杀 是 那主要就是因为两万点大家真的没看过 嗯 引爆了多杀多 嗯哼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反差很大 两万点杀成这样 其实你把台电扣掉 嗯 台股根本没有涨 是 指数没有涨 对 都他贡献 以台股电来说哦 嗯 现在我们解盘的这个时间12点23分是涨26点 嗯 26块就算25块好了 嗯 那去乘以8大概就是贡献200点 是 那么现在我们解盘的时候指数大概涨120点 也就是说跨到台电现在是跌80点的嘛 嗯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被台电所误导说 指数涨那么多啊 怎么我们股票都跌 其实 就是他在贡献的 就只有台电在涨 哦 然后台电今天最高涨到796 对 然后这一波是从3月1号的时候才689 然后3月4号是跳空上涨 然后展开这一波的一个公式嘛 嗯 然后689涨到今天最高796 嗯 涨了超过100块嘛 对 瞬间呢 对 所以短短的12345天的时间台电涨了超过100块钱 就贡献了800多点嘛 嗯 所以今天来到2065点 你扣掉800多点 其实如果没有台电的话 现在指数位置其实应该是19200 嗯 这并没有那么高啊 是 所以大家就是被台电的大涨指数冲到2万点 就吓到说 哦 涨那么多了 那很多股票好像在卖了 那不如就先砍一趟 哦 哦 造就了今天这种 哦 除了台电之外 一个人的武林 是 其他全死 嗯 全部都 呃 杀了非常的凶 对 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这个因素啦 嗯 嗯 事实上今天我们有让我们的会员 进场就趁着低档 减了两档的便宜 哦 那我是这样跟我的会员讲 就是说我们本来挑的都是基纹面趋势最强的精品股 嗯 那涨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在反映它的基纹面的趋势 所以它之前才会非常的强势 嗯 那今天的拉回主要是因为盘是多杀多的影响 是 所以很多股票都跌了 比如说3515的华琴 嗯 昨天找盘还创了311.5元的历史的新天价 对 今天也有一度跌停 刚刚一度点到跌停板的价格是278 对 反正就跌多快 嗯 一下子33块钱就不见了 嗯 那 那这个有没有这个跌了 对30块钱就不见了 嗯 30几块钱就不见了 嗯 但是基本面有变差吗 没有嘛 嗯 昨天之所以创新高 是因为它这个月开始出NVIDIA的server 是 所以它是有 哦 有理由的创新高嘛 那那个理由没有消失 嗯 但是今天是因为 哇 因为看到两万点市场引爆多杀多 所以股价才变成一个急杀补跌嘛 嗯 所以以我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时候 对 你下去买这种原本创新高的股票 嗯 却被盘市打下来的 嗯 那后面很快就会赚钱 嗯 所以是不会吃亏 对 所以这个是不会吃亏 嗯 那联总会其实的主席昨天有表示说 今年它一定会降息 嗯 所以你看昨天美股其实是非常强劲的 对 以肺半来说 昨天肺半指数是涨了 呃 3.36%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新高纪录 嗯 那台电 ADR大涨5.39% 所以台电今天就大涨了 嗯 NVIDIA涨4.4% 又创了一个926的新高 嗯 AMD涨0.36涨不多 那美超围 围盘也涨了3% 又收1159的新高 是 什么MARVEL啊 AMO啊 微软啊 什么全部都大涨 嗯 那台股是只是刚好说遇到两万点这边 哇 这个震荡幅度很大 嗯 但其实你看美股趋势都没有变嘛 是 所以我认为其实 呃 如果AI的趋势持续发展下去 如果下半年 这个 年总会真的又降息的话 嗯 台股迟早上 呃 站稳两万点之后 未来的指数空间或许有机会上修到两万四两万五 我认为这个都是有机会的 是 所以这个 因为台电指数从万九急拉到两万点 所以造成短线比较大的震荡 我想这也是一个毕竟过程 嗯哼 所以大家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嗯哼 相信下个礼拜回来很多呃被 错杀的强势股嗯 大概会用最快时间涨回去 是 所以大家应该是不用太过担心 好 至于要买什么个股呢 来找郑老师 那当然就是说选股还是非常的重要 对 好 那 比如说呃 你我建议可以从台电这几天就是是不是连涨五天嘛 对 那这五天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垃圾盘的排挤的效应了 嗯 所以垃圾盘就是说当指数在因为台电而出现的大幅度拉升的时候 其他双方型股票反而都趁机在做拉回 嗯 所以很多有这个现象 嗯哼 但是如果说在台电往上涨的过程除了今天以前 对 他都还可以跟着台电一起创新高的 其实那个都是真正的强势股 哦 了解 嗯 那表示就是说那个他后面的基本面题材是非常的强的 是 所以不怕台电的这个垃圾盘的排挤都能创新高 嗯 那遇到今天这种行情的盘式的多杀多的拉回一起被带下来的 对 我相信你这边下去买的话 那你后面应该就会很快就会赚钱 是 那比如说你前两天可以赚高 比如说IP股 嗯 最强就是金利科 对 那昨天是来到545块的波段的最高点 是 那当然今天是有跟着做一些回档了 嗯 但是相对来说回的幅度 比较小 还是比较小 对比起其他 嗯 所以昨天先涨起来 那今天吐一点回去 对 其实你也没有没有什么损失 是 但是你去看就是说以具有客来说 今天股下 哇谁又跌停板 嗯 从大概450跌到291 这已经跌了大概160块 对 跌掉100多块了 嗯 那我们当初卖在440吗 是 所以你看这差多少去 真的耶 然后那个节奏要跟上 对啊 那8054安国也说240 224块的高点跌到今天低点是127 还在创波段的低点 对 而且连继线都跌破 嗯 所以在一个多头架构 你说回档修正其实难免 但是连继线都跌破 这个就不是很理想 对 这表示就是说你的多头的结构可能已经出现了变化 嗯 那这个后面你说要再涨回到高点 我认为其实就是有蛮大的困难 嗯 然后IP股的资源也是哦 从459块短短一个月不到时间跌到今天低点362 嗯 这也跌了接近100块钱 对 那这也是迹线都跌破 今天点到半年线 嗯 那反观经济科 虽然今天有拉回 是 那其实把昨天涨得吐回去而已 嗯 然后人家还在均线之上 对 那昨天还是创了一个波段的最高点 嗯 所以在台积电往上的过程还可以逆势创高的 嗯 那今天跟着大盘稍微补跌下来 嗯 其实这个就可以优先考虑 因为经济科 对 三月份会有权利金的入账 嗯 那这对股价是一个强力的支撑 是 然后 后面那个PCIe的switch就是所谓的风包切换器 嗯 这个案子未来 只要陆续因为潜在客户以 公司跟法人座谈所提到的 光是这一个产品 嗯 有兴趣要开案的客户可能就高达四个到五个 嗯 所以他才会估计的说 一单颗四百美元 未来 如果一年需求量可以出货一百万颗的话 嗯 这个EPS未来是很恐怖的 嗯 很恐怖 嗯 不是只有几十块钱而已 是 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就说明年获利超过创意的机会相当高了 嗯 那 那而且 为什么安国具有科资源那么弱势 因为瑞宇跟联永 他们都要跨入ASIC 是 他们都是大公司 嗯 他们也有很强的IP 又跟安某合作 嗯 所以他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压力 嗯 所以这些相关的已经 形态上已经整个都跌破什么季线的这些 呃 这些相关的IP股的话 我认为股价很难回到高点 嗯 所以再来我认为最好的选择应该还是经理科 好 所以说经理科部分你可以做一个留意 持续关注 嗯 那AI股的部分滑琴 昨天是创了新高三百一十一块半 对 三五一五的滑琴 然后 六二七四的CCO 就是同伯基板的台药 昨天也是创新高一百七十八点五元 对 就今天也是都被盘式打下来 嗯 都是急跌拉回 是 而且台药早上还涨到一百六十九块 对 就盘中一度打到这个一百四十九 打二十块钱下去差点快跌停板 嗯 那你说 昨天创新高 今天连这样子 昨天跟今天难道基本面不一样吗 其实都一样 对啊 好像洗三温暖 因为AI四五七的出货量 真要进入到一个第一个 大成长的阶段 对 所以林鲁建他都会一定都会跟着上去 下半年业绩获利都会一季比一季好 是 是一个非常确认的趋势 所以昨天创新高 其实上涨已经没有压力的 是刚好遇到盘式如此 嗯 所以打下来的时候 其实以我的经验 嗯 就像我说的台电昨天新高的过程 嗯 台药华琴 昨天盘中都可以创新高 是 就表示他们基本面真的非常强势 嗯 那今天是因为真的大家都 那个卖价真的太大了 一看到两万点就 呵呵呵 所以那个 以后会被两万点就习惯了 所以那个卖价是有一点就是说 嗯 呃 失去理性的 疯狂的砍出来 那个 那个 早上那个 前二十分钟 很多股票都跟瀑布一样的往下砍 是 好像没命的 先砍先赢 可是我以我的经验就是说 嗯 这种其实很标准的 跟他本身无关的 他也没有说 评价特别高的 这种 比如说华琴啊 台药啊 嗯 被砍成这样子 下个礼拜可能两三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他又涨回去 哦 了解 嗯 所以我才会说 你这边买是不会吃亏 好 挑对好股票真的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今天也趁着低档 做一些买进 哦 嗯 那我说不会吃亏 就是说 我不敢跟你保证说 因为盘市还在震荡 不是说你今天买 一定马上今天赚 或者明天就赚 嗯 但我相信他 因为他是就是说 市场 短期为短期的信心崩溃 所造就的一个低点 嗯 那个你下去买 后面你都会赚钱的 就是他最后还是会 回到合理的评价 因为他的这个面没有变嘛 他趋势不变嘛 是 下半年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像华琴三月份 他才刚开始出货 NVIDIA的AI的server 是 他的营收才19亿 嗯 如果下半年他 你也知道AI server 一台的那个是好几百万 嗯嗯嗯 我记得好像有的是高达 三十几万的美金啊 嗯嗯 所以一台有的是甚至要到千万去啊 嗯 所以只要出一出 那个营收带上去 真营收成长个五成到一倍 那是看得到的 是 那这个利多才刚要开始 所以昨天股价才会创新高嘛 嗯 那今天是因为被盘氏打回来 对 那昨天三百一你都敢买了 今天两百二百八你都不敢买 嗯 所以你就想说今天LV打折了 对 打九折欸 买啊 你买LV 可是你也不容易变卖嘛 是 那买股票的金品 对不对 嗯 你今天买一买 下礼拜涨上去涨十八上去 你把它卖掉 你不是赚十八 再去买三个LV 老师我懂你意思 但你知道有时候人性是很难克服的 毕竟这是股票 所以我就说今天我是来安慰大家 对 但是有时候这个勇气就需要有专业的人带着你 你才会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挑对分析师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知道今天大家都很紧张 是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嗯 比较多的我们的操作的经验 是 跟我们的看法 了解 所以这些股票其实很明显的是被错杀 嗯 但你难以避免因为市场充满了非理性 是 那你总是会遇到的 嗯 那有时候这时候就是说啊 你比如说手机关掉电脑关掉电视关掉不要看 嗯 那或者是更好的策略是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些本来就套牢的万年不动的那些股票 是 好那今天也跌 跌5% 对 6% 嗯 花金今天甚至跌电板跌比较多 嗯 你不趁要换过去 你要什么时候换 嗯 三天或者一个礼拜过去之后 花金如果从这个位置 今天跌电板的位置又涨十几%上去的话 嗯 那你就要去心里就要想说 那你那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嗯 会不会涨十几%上去 嗯 会不会 我想这是大家去思考的 嗯 所以这种时候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哎 反正好坏股票都杀了 这时候就是你最好调整持股的时候 没错 你用弱的换墙的 躺在那里不动的 你就放弃他吧 因为你要再找一个强的 把他补回来 对不对 甚至还可以赚更多 所以我常在讲说 以弱换墙 嗯 那以跌换跌嘛 是 大家都跌 都一样 但是呢 跌的股票 有弱的有强的嘛 对 有人是从天上 跳很高 然后落地准备要再往上跳 嗯 有人是已经埋在地底了 那根本就上不来 要选那个早一点会醒过来的 你要找那种可以再弹跳上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换股的好机会 嗯 所以比如说华琴台药我认为都很很棒 嗯 好 那CPU的部分 那像今天上全也跌停板 光盛的跌停板 那这一组涨太多了 是 那我是认为暂时就 我就不会考虑了 嗯 那前一顶上全 我们早就大专出清了 对 没错都获利放可待 那周深谷也类似嘛 比如说富士达 嗯 或者是新日新 今天其实股价也跌停板 是 那这个都涨很多了 真的 所以暂时我是不会考虑的 嗯 那艾瑟一股涨幅反而不算大 是 那三月份营收费很好 嗯 那比如说声达科 今天也有跌停板 对 那目前其实也跌停板也打开了 就地档都有人接嘛 通加达发瑞育联勇来捷等等 其实这一些三月份营收都会很好 嗯 所以我认为集结都可以优先考虑 是 这都是有数字支撑的啦 嗯 然后连接器今天也有非常多AI的新订单 梁维 郑林 永德 这一波都有在台电往上涨的时候 虽然说垃圾盘的排挤 嗯 他们都有创波段的新高 或者历史的新高 基本面强劲向上 嗯 所以这个集结我认为其实都是可以留意的 嗯 所以呢 虽然说台股就是说 今天是首次大家没有看过两万点 比较可惜 本来应该大家要好好庆祝一下 嗯 我记得多年以前台股第一次上万点的时候 记得那时候券商是在开香槟庆祝啊 但后面又悲剧收藏 后来又点财 但是我认为这次两万点不会这么悲剧收藏 嗯 因为AI的趋势在带动 对 而且今年才开始嘛 要降息 我相信未来两万三两万四甚至两万五都有机会 嗯 今天的多杀多震撼教育是短暂的啦 是 震荡洗完就会持续的往上 好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是一个让你换股的最佳时机 所以趁这个周末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先来抢周末福利了老师 那想要跟着我换股到后面会搭标的新银股的朋友 你现在都可以来找我 你当然只要来电留言128加电话 或者赖留言128加你的联络电话 嗯 我们都会给大家128又会操作到年底 并且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带你换股 是 用跌以跌换跌 以若换墙 都换到最强势的股票 下一波你就会赚最快 谢谢老师 周末福利加码给你免费的持股 渐渐赶快好好看一下你手上的持股 然后来找郑老师 电话就在广告中打电话进来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谢谢米达拜拜 听众朋友 这个礼拜还没赚到钱的你 要趁着这个时候的震荡 有机会上车了 如果你是已经上车 但还没赚到投资人 那你更要把握今天的周末福利 因为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要在这个周末帮你 把你的手上持股做最佳的渐渐 太弱换强 然后带你把握接下来大赚的机会 记得郑老师说的吗 三月就是最好赚的哦 周末来电说出128 或在郑老师的line留言128 都可以来参与128 一路赚到年底的优惠活动 而且周末加码 帮你手上的股票 做免费的持股渐渐 电话拿起来拨打 022362 800 要让你的财富翻倍很简单 你要有专业又资深的分析师 带着你 团结就会力量大 马上来找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022362 800 投资方法这么多 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股市达人 郑瑞宗分析师 深入产业掌握第一手资料 结合国际经济动态 跨市场分析 带你布局投资下一步 小钱赚大钱 拨打022362 800 022362 800 脱胎换股就趁现在 大华国际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